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连胜五近日却被爆出婚外情 台媒拍到她到餐厅接了一名身材高挑鲜瘦的长发美女 一见面就忍不住隔着口罩亲吻对方 还贴心地帮她穿好外套 之后两人食指紧扣走到马路上等计程车 下车后他们进了一家酒吧 边喝酒边畅聊谈心 一个多小时以后两个人开始酒精上头 动作也开始放开 长发美女情不自禁地抚摸连胜五的脸庞 二人深情地看着对方 进而热烈地亲吻起来 凌晨两点多 长发美女似乎有点不胜酒力 两次飞奔到女侧呕吐 之后连胜五就带着她走出了酒吧 一起坐车回到了女方住处 直到第二日清晨 仍不见连胜五离开 连胜五出轨有图有真相 妻子陆勇家接受媒体访问时 却表现得十分冷静 表示 事前没有感受到老公有任何异样或者是变化 只是连胜五一向爱热闹 这段时间饭局增多 交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身为妻子的她因为忙着照顾小孩 从来不会干涉连胜五的社交生活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面对记者的采访 陆勇家展现出对老公的包容心态 如果是她做了什么事情 我必须和她一起面对 又表示 不知道连胜五和对方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讲离婚太突然 所以她会看情况再决定 以三个小孩为重 到最后陆勇家还不忘维护连胜五 称她人很好 朋友们都喜欢她 她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对老婆也很好 现年47岁的连胜五是一名财经投资师 平时较为低调 相比之下 哥哥连胜文则较为人熟悉 她曾和第一美女主播侯佩岑有过一段恋情 两个人分手后侯主播和周杰伦谈起了恋爱 而连胜文则爱上了名媛最美千金蔡依山 两个人在2006年底领证 次年举办婚礼 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连胜五和陆勇家结婚11年 和哥哥嫂子连胜文蔡依山相比 连胜五两夫妻显得很低调 每次被拍到时都表现得恩爱 没想到好男人会出轨 按照陆勇家的说法 他每天都要投入所有的精力来照顾孩子 所以没有发现丈夫的异样 路人看到新闻的时候都是一脸懵 更何况是陆勇家本人呢 就在五个月以前 陆勇家还在社交网上秀恩爱 说自己的婚姻已经升华 变成了无敌的爱 连鬼怪都无法破坏 现在鬼怪出现了 不知道陆勇家会如何应对呢 连胜五出身豪门大家族 陆勇家则是华航的空姐 家境属于小康 父母是教师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 他嫁给连胜五算是高攀了 两个人在2019年结婚 2010年举办婚宴 婚礼全程由老公连胜五发言 当时陆勇家亲自感谢 公共婆婆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子 还说自己不需要礼物 公婆将儿子送给我 就是最大的礼物 尽显卑微 婚后的陆勇家除了照顾孩子 还唱失自己创业 与好友张佩莹创立了 面膜护肤品牌 但总体而言生意一般 她的身份也注定不能高调宣传 只能依赖朋友的从商能力了 从过去的采访内容 以及社交网留言可知 陆勇家对自己这段豪门婚姻 很有信心 曾经有记者问他 万一婚姻触交了怎么办 他的回答是 婚姻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冒险 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相信陆勇家不会选择离婚 而是会选择用他的智慧 来修补这段婚姻的裂缝